尊敬的法师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 阿弥陀佛 我们上一节课 学习到 第二十一页 愿会过得生愿 我们将经文读诵一下 若有数恶 闻我明智 吉祥悔过 为道作善 辩持经界 愿生我差 命中不复根 三恶道 吉生我活 若不讹者 不取正诀 这一院 师长老人家开解的 蛮深入的 我们上一次探讨到 一百五十六页 那师长还在最后又进一步再说明 像一百五十五页处 师长说 我还有几句话要补充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两种方式 一种是积功累德 一教奉行 一种是灵命中时念佛忏悔往生的 把这一院与十八院合起来看 这样的情况应该是临终忏悔往生 这有两种情况 一是他有素额 在临终的时候才闻名 一是在平常造恶业的时候闻名了 那平常造作很多恶业 现在听到阿弥陀佛 能够迅速奉行 改过自新 这是这一院包括的了 那平常造作恶业 没有机会闻到佛法 到临命中时 遇到善之事劝导他 他才闻到 立刻就能相信 发愿求生 一心咫尺名号 这个也是悔过 也是唯一道做善往生的 这个是十八院 愿力所设受 所以包括的境界 非常之广 那对我们来讲 我们不属于临终忏悔往生 我们这几代人 都不是从小就学佛的了 大部分都不是从小学佛 像自己 没学佛以前 是非善恶也分不清楚 随顺社会的风气 造很多罪业 那学了佛以后还造吗 那本来生口意的习惯了 积了二十几年 三十几年了 也不是学了 马上就能改 甚至于 不见得能看到 过在哪 所以我们看了 师长老人家进一步 又再给我们开解了 总而言之 一个人要天天都能 觉察自己的过失 才是觉悟 这个觉是 清楚明白 首先 我们的身心 离我们最近 我们得看得到 这个心 起心动念 有没有过失 进一步观察自己的 一言一行 有没有过失 觉是觉在 清楚自己的状况 进一步也清楚 别人的状况 清楚自己才能自爱 清楚别人的状况 才知道怎么顾念他 怎么爱人 所以 察觉自己的过失 佛门称为开悟 所以开悟 不是很高很悬 发现自己过失 明白了 领悟了 没有糊里糊涂了 那今天一天都没有过失 老师上说这是愚昧了 是糊涂了 当然另一种状况 没有过失就成佛了 不过这个应该不属于我们的状况 所以了凡事训讲 一日不知非 这一日安于至世 而且这个安于至世是越来越严重 因为学如沥水行舟 不静则退 不知道错了 那你就会越来越觉得 对啊 习惯了 所以怎么会没有过失呢 只有成了佛啊 才没有过失 等觉菩萨 每天都还有过失 我们怎么会没有过失 知道过失是开悟 把过失改正过来 是修行 是功夫 你要想有功夫 当然 知过 才能改 过失都不知道 从哪里改起 师长 多次强调修行两件事 知过 改过 用张家大师的话 知过呢 是看得破 看得破就是明白了 明理了 改过呢 叫放得下 所以放得下 一早啊 提起什么心境呢 心同阿弥陀佛 愿同阿弥陀佛 行同阿弥陀佛 今天人生的剧本是什么呢 是无量寿经 对啊 把无量寿经变成人生的剧本 今天出了门 在单位当中 贤供尊修 普贤大师之德 不能要去上班了 哎呀 不想见到谁 真是令人讨厌 这就没有礼敬诸佛了 那没有礼敬啊 那不可能称赞他了 哇 你看这个普行型啊 你要前面的基础才有后面啊 所以这个早课 提起啊 真心 早课呢 把自己的四十八愿发出来啊 极乐世界啊 净土方显维星啊 一切法中心响生啊 极乐世界从哪里来的啊 最后我们去了 也是我们的心响生啊 脱笔一阵 显我自心啊 所以极乐世界也是最后自己功德圆满了 自己的心献极乐世界 不然这一切法中心响生 怎么讲得通啊 那脱笔一阵呢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创的呢 哇 你看阿弥陀佛的一阵庄严啊 你看 我们念无量寿经啊 念完 哇 你看念着念着 哇 他的一阵庄严啊 就让我们心生向往啊 尤其念到他老人家发的愿 为度有情另得度 以度之者使成佛 诸位同学啊 你们念到这个句子的时候 会不会打瞌睡啊 哇 精神为之一阵 是吧 余诸众生 视若自己 整记附和 皆度彼岸 心大悲 明有情 眼词便受法眼 哇 这不都是用极乐世界的一阵庄严 补贤菩萨的法界 嫌我自心吗 其中有一句一定要入心 众使身子 众使身子之苦中 如是愿兴 永不退 哇 夏天居老居士在 宝王三昧灿 当中提到 念到这一句 那老人家念到这一句 都感动得流泪了 这是阿弥陀佛的心啊 为了一切皆成佛的愿啊 他在诸苦中啊 怨心都不退了 这是早课啊 那四十八愿啊 用阿弥陀佛的心去处事 待人接物啊 那晚课呢 我们毕竟是成年才学佛啊 也不可能说 学了一天自己就变阿弥陀佛了 但是往那个方向在努力啊 那一天过了 要反省反省了 身口意啊 有哪一些 跟阿弥陀佛的距离啊 网课是反省 我们网课念了 无量寿经三十二评到三十七评 一面念 一面要依照经文 随文做官 依照经文 简点自己的身心 有没有犯过 有过 要改正 希望明天呢 不要再犯 发现了 有过了 要学 延回 不饿过的态度 决心 就像夏林老说的 不顾身死 死都不怕 就怕我这个过又犯 要有这个决心去对峙它 马上就能改 马上就能改 这是修行 老和尚对 修行两次的定义 成德是觉得印象深刻 修行是修正行为 将错误的想法 我每天想很多事 很多感受在里面 我们有情绪在里面了 不对了 佛菩萨是理智的 不感情用事的 还有很多这个贪嗔吃慢 这些情绪 念头起来了 这个都要修正了 我们的真心是本质清静了 不能受这些染污了 还有看法 看法有时候会看错 不能依自己的角度 依经典为标准 我们有时候说 眼见为实 你眼见到了 不见得是事实 为什么 因为你见到这件事 有你的判断在里面 有时候因果是交错的 你直线思考了 那你这个因果 也不一定看得对 我们举例子 这个孔门 这个发生了 成菜绝粮 七天没饭吃 结果 好不容易弄到一点粮食 饿了那么多天 找谁去煮粥呢 找信用比较好的 也会去煮粥 结果煮粥了 结果煮粥啊 这个热气升上去了 结果那房子是土做的 就是稍微有点尘埃掉下来了 哇 沿回动作很快 一下把它捞起来了 不然这坏了一锅粥了 结果捞起来呢 心里想 这个 给别人吃不好啊 好不容易有东西吃倒掉了 多可惜啊 自己稍微弄一弄啊 就喝掉了 不能浪费了 刚好子贡走进来了 子贡一看 好啊 你看在这里偷吃 所以请问大家 眼见是不是一定是死啊 尤其是什么 尤其当我们对对方已经有想法了 你有成见了 他做啥你就往那里想 是吧 你嫉妒某一个同事啊 这个嫉妒念留在心中了 突然今天看到他做哪个动作 你看 你看你看 马上被我抓住了 自己的心理活动要观察清楚啊 观心为要啊 这个心念偏了就是过失啊 不能借题发挥了 终于给我逮到了 其实这样的心态都不厚道了 这个子贡啊 就去找孔夫子 你看子贡很会讲话 子贡没有一进去说 福祢啊 颜回 或吃东西 这个太 讲话太 太露骨了 你看人家子贡 人人连事 穷改劫乎啊 这个人人连事 困穷的时候 会不会改他的结啊 孔子说 人人连事 不会的 改了就不叫人人连事了 结果孔子说 我刚刚看到 颜回偷喝粥了 先铺垫了一句 人人连事 穷改劫乎啊 你看孔子怎么应对啊 孔子说 虽然你这么说 我想可能另有原因 他也没有否定子贡啊 是吧 假如孔子因为太喜爱 赢回了 子贡一定是你看错了 你误会人家了 子贡可能就内伤了 是吧 我明明亲眼看到 老师你太偏心了 所以孔子处理是厉害 这个 先缓 缓和一下 再用扇巧方便 处理 把颜回找过来了 你看孔子怎么说话 孔子会不会说 颜回 你有没有偷喝粥啊 颜回可能想 是不是有什么情况 他这么重义气的人 可能把过都揽到自己身上来了 所以 孔子没有这么说 孔子说 颜回啊 我昨天梦到祖宗了 我想啊 我们今天主的东西 拿来祭祀祖宗 你看这么一问 真相就出来了 所以中国人言语含蓄有没有道理啊 有时候太直接了 伤到人 或者 有时候有一些人中义气啊 你很直接的时候呢 他可能会把他扛下来了 你有时候就不见得知道真实情况 所以处理事的心就很安定 很善巧柔软 不要太冲啊 因为马上表达 老师啊 不可以记祖宗了 因为我喝过了 这样对祖宗不敬了 当时候这个 这个有东西掉下来了 情急之下 我把它捞起来 他可惜了 喝了 你看 这个真相现了 当然 当下公主 原来是如此啊 他也没有再跟子贡说话了 这个时候再跟子贡说话 子贡就 这个头都不知道摆哪里去了 所以 这圣贤人处事啊 不给人家难堪的 所以我们讲话要给人家留面子的 所以格言有说 你讲话说啊 你讲话讲到人家不知道怎么回应你啊 搞得人家都不知道怎么回应你话了 这个就是损应得的地方啊 就是让人家太难堪了嘛 所以眼见为死啊 这个要慎重了 我们再举几个例子啊 为什么说还没有证得阿罗汉以前呢 不要轻易相信自己的 看法 还是要对照 经典 这个佛在王色城的时候啊 有一个屠夫呢 向国王阿死士提出一个请求 大王每次遇到节日需要祭祀的时候啊 请把屠杀深处的工作交给我吧 阿死士王问了 杀生的事啊 很少有人乐意做 为什么你那么喜欢呢 屠夫回答了 我往事啊 曾经是穷人 靠杀羊度日 因为杀羊的缘故啊 死后升天 享受天福 天上受敬啊 又升为人 还是从事杀羊的职业 死后又升天上 就这样啊 六次投身为人 都从事杀羊的工作 每次死后啊 都升到天上 这是真实的例子哦 这是他说的话哦 阿死士王问了 就算真如你所说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呢 这个屠夫回答啊 我有知宿命的能力啊 他看得到他前世啊 这个阿死士王心中疑惑啊 像他这样毫无修行的人 怎么能知宿命啊 于是便向佛请教了 佛说啊 屠夫所说的 都是事实 他看到的这些现象确实存在啊 他往事曾遇到一位批斥佛 恭敬地瞻批斥佛的 庄严容貌 生起善心啊 由于这一个功德啊 使他得以六次升天享福 出身为人啊 又能知宿命 这才是他真正的因啊 他六次能够升天的因是在这儿啊 不是沙羊啊 所以佛们提到见识烦恼 六道轮回是见识烦恼变现的 见惑里面呢 识惑我们比较熟悉啊 贪嗔痴慢疑啊 贱或是生贱 放下这个生呢 还有边贱 边就是落两边呢 对立了 还有贱取贱 从因推果推错了 借取贱呢 从果推因 推错了 他这个是从果推因给推错了 所以啊 他是因为沾仰披之佛啊 升起善心了 而这一个福报啊 先成熟了 所以六次往返天上人间 杀身的罪业啊 杀身的罪业啊 因受恶报 此时机缘啊 尚未成熟 这是生命终结了 福报啊 也响尽了 他将度地狱啊 接受涂痒的罪报 接受涂痒的罪报 所以地狱的罪报 受完了 他又要无数次啊 投身为阳 一一偿还命债 他虽知宿命啊 但只能知六世的宿命 六世以前他看不到啊 所以误认为涂痒是升天的原因了 这个故事是从 《杂僻玉经》里面 有一个真实的例子 所以啊 我们呢 我们呢 不能依自己的想法看法 要依经典 是吧 你比方说 善的标准 佛门讲五戒 儒家讲五常 完全相应 第一个不杀身 就是人 不偷照就是义 不邪淫是理 不妄语是信 不饮酒是智 这个标准 很重要啊 老和尚为什么要讲 传统文化老师 应该具备的素质 给我们标准啊 你不能投身 去教学了 去护法了 你依自己的意思了 那就非常危险了 会偏的很厉害了 不能依自己的意思了 我们还有遇到啊 这个都是学传统文化 学很多年的了 都劝人家吃素 劝人家吃素是好事啊 可是自己啊 私底下没什么人看到啊 他在那啃鸡腿了 那啃鸡腿 总有被人家发现了一天啊 结果被人家发现了 你看又要掩饰了 我是啊 超度这些鸡啊 哇 把别人讲得一嫩一嫩的 这叫庞眼是真一姑啊 佛门呢 有一个罪啊 大家要注意注意啊 一般呢 我们讲的妄语 你是欺骗别人的 当然这也是罪过啊 也要到善恶到报道的 可是有一种罪啊 一定是堕阿比地狱的 叫什么 大妄语 妄语前面加一个大字 就是什么 你没有证阿罗汉 或者你没有证菩萨佛果 你说你证啊 这叫大妄语啊 那个要跌到最底下去的 你说我明心见性了 哇 你假如没有明心见性啊 哇你这个 未证严证啊 这个罪过很大的 这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我们看 有些修行人 他到了飞想飞飞想驻天了 最高境界了 他以为他证了涅槃 他是到了无想天去的 他以为他那个境界 就是涅槃了 所以 这个没有证严证啊 这个罪过太大了 你明明是 口腹之欲忍不住了 还说要超度 哇你真的有超度的能力啊 这个鸡 踏在你的肩膀上 就升天了 你有这个功夫才能这么讲啊 没这么功夫讲了 那这个就是 很大的妄语了 所以啊 我们这一两代人 不是从小扎根的 不是啊 关自己的心念啊 不能自欺啊 你明明就有欲望在里面 还谈什么 我要超度他 这叫自欺欺人啊 这不是开玩笑的 你看我们祖师 真有这个功夫啊 什么时候才限这种功夫啊 保之公 梁武帝身边的高僧呢 应该是保之公吧 还是另外 同时代的 好像同时代 也有 一个高人 要走的时候 他吃肉啊 吃吃吃吃 吃了 最后吐出来都是活的 放生了 然后他就圆寂了 不会乱去献这些神童 啊 所以大乘佛法是论心不论事啊 可是问题是假如我们 做人的基础没有 都在骗自己了 那讲出来的话会很狂啊 变成狂愧啦 所以还是要先从理学起啊 从戒学起啊 不然真的会误己了 又误了别人了 你看 这个 这个势力啊 他自己都看到了 但是 他也看错了 所以 这个没有正阿罗汉以前 真的不能轻易啊 相信自己的意思了 好 那我们刚刚说啊 还是要依 标准 五戒五常 八德 包含老儿上提出来的 传统文化老师应该具备的素质 不贪 不撑 不吃 不慢 不饮 还有 温良 恭儉 让 这是孔子的 表法 要以这个标准 不能随顺自己的 意识 习惯 本来讲话就很凶了 现在我是为他好啊 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啊 就不依 经典的标准 那 五戒五常啊 人 不杀生 不脑害众生 意呢 不语取 不占人家便宜 而且这个意啊 这 意者 以也 适当的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这个也是事意啊 不然 比方说 我们从事医学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啊 你从事医学 收费收得很高 你医术也不错 可是很可能 医术不错啊 是你前世的福报 降临了 就像 这个人 他前世 是 瞻仰披尸佛 的这个功德 有现前啊 但是不代表 你收那么高费用 是对的啊 那你说费用高了 影响到自己的意 那这个也要接受 果报 所以要慎重慎重啊 我们也曾经听说过 你当医生 你收费太高了 比方说你专门给人家 在自心上呢 有可能 你 爱财 取之无道啊 这个果报 会不会回到自己身上来 这些都要慎重慎重啊 所以啊 人呢 这个我慢呢 这四大烦恼 藏香水 我慢就是 觉得自己的看法 很对 我们再举个例子 从前 就是在清朝了 明末清初 这个故事在安世全书里面 孤苏城呢 有个性颖的 人呢 善于为别人打官司 因此啊 门庭若氏 后来呢 生了一个儿子 很多人找他打官司 相貌俊秀 聪明绝顶 得了一个这么好的儿子 他良心发现 悔改 悔改以前的过错 不再给别人呢 写那些 延迟不识的 啊 啊 啊 这些状子 啊 就帮人家打官司 啊 而且写的不实在的 他不做了 结果没过多久啊 他的儿子突然双目失明 改邪归正呢 反而招此恶报啊 他因此非常愤恨 于是从操就业 啊 不到一年啊 他的儿子 眼睛覆明了 于是他不再相信了 善恶报应 哎呀 我们人生所遇到的事啊 哎 有时候 一看不好 向上看不好 有可能他是业在消啊 可是你一产生啊 哎呀不好啦 我不行善啦 那就麻烦了 哦 这个因果他是 复杂的哦 不是那么简单啊 哦 所以他不再相信善恶报应 逢人便说 天道无知 他的儿子名叫 尹明廷 哦 这都是真人真事啊 顺至年间 考重静世 结果几年后啊 啊 静世就当官了 再一次 赴任途中啊 遇到兵祸 哦 全家人啊 全家人啊 无一幸远 全家人全死了 哦 所以啊 这个善恶是有标准的 任何时候啊 我们不能对他怀疑 而相信了自己的想法 哦 这孔子时代也出现这个情况啊 有一户人家 养了一只黑牛啊 结果生了一只 小白牛 人家就问孔子啊 这什么真兆啊 孔子说急兆 哎 结果呢 这一户人家父亲啊 眼睛瞎了 后来呢 又生了一只小白犊了 小白牛 又去问孔子啊 孔子说急兆 结果呢 这户人家的儿子 眼睛也失明了 假如这样的时候啊 你相不相信孔子啊 这楚国人啊 这个这个宋国人啊 结果没多久呢 楚国跟宋国打仗 那楚国那么大 宋国那么小 很多男子啊 通通征召 上战场 结果那次宋国啊 败得很惨啊 死了大半的男子啊 结果呢 他们父子啊 因为眼睛失明了 不可能 去打仗啊 后来战争结束了 他父子眼睛啊 就恢复正常了 所以不能你看眼前啊 太上感恩篇也有一个真实的例子 有一个商人啊 他在他的那个秤 做手脚了 装水银了 然后他就从中获利啊 结果就 赚很多钱起来了 后来他要死的时候啊 临终交代他的儿子啊 我就是靠这一只秤赚钱了 但人很容易相信自己的意思啊 他就交给你了 结果他儿子接过来呢 觉得 良心不安 就把这个秤烧掉了 结果过没多久啊 他儿子已经有两个小孩了 两个小孩相继死了 他儿子觉得 我父亲这么干 自负了 结果我现在把他烧掉了 我竟然两个儿子死了 后来 梦中啊 就有神明告诉他 本来上天已经派了 你生的这两个儿子 要来把你们家给破掉的 由于你有善心啊 把这两个收回去 你要好好继续行善啊 所以这个 这几个故事啊 提醒我们 还是要深信因果啊 还是要守这个 五常 五戒 五戒 十善业 这一些标准啊 任何时候 任何时候 这个不会变的啊 那 当你看到别人赚很多钱呢 你的心也不会动 君子爱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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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之有道啊 每个行业 你也要适当的 去赚取你的钱啊 大家谨慎去观察观察 哇 那个 一赚都是 一赚都是 赚几十倍的 上百倍的 你看那种钱益吗 那种钱留得住吗 这个真的是值得我们在 现在这种风气啊 要守住的 大家观察观察 现在 老年痴呆症 不少啊 癌症比例好高啊 这都是果报啊 代表我们这一两代的人造的 罪业太多了 而且很多罪业是什么 很多人都这样啊 以这个为说法了 但是果报还之受啊 所以我们还得受啊 时代会变呢 做人的 原理原则 我们要守住 不能随波逐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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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知过 以这个经典为标准 然后发现了 马上就能改 这是修行 所以 所以 念经念佛啊 都还不是修行 它是手段 你看我们念佛 念经 会念的人 就是把妄念打掉了 把分别执着打掉 这是修行的 从念头下功夫呢 可是我们念经念佛的时候 妄想纷纷啊 那这个就 不是修行啊 甚至会什么 增长分别之种 所以夏老 所以夏老讲了 一个重点呢 不能清乎养 是 是 就是我们的 第六意识 第七意识 第八字落印象啊 阿赖耶识 我们念的经呢 还一直在想事啊 那不是这个 这个六七 都在增长 所以为什么说 口念弥陀 心散乱 喊破喉咙 也枉然 看起来是在念佛 在妄念有真无简啊 所以真正念佛 也要下功夫啊 一切莫管 不能再去想其他的事了 字句分明 平平常常 老实念去 好 所以改过自心啊 才是修行 把错误的身口一三页改正 修行啊 是从内心做起 行事啊 是其次 所以华言经上啊 不重视行事 重视在内心 这是大乘法 跟小乘法 不一样 小乘重视在行事 论事不论心 所以小乘人 不能明心见性 大乘人 大乘人 论心不论事 心地真正 清净光明 断恶修善 但大乘人啊 我们佛们也强调 不先学小乘 后学大乘 非佛地尺 我们用什么来看就清楚了 敬业三符 第一符 仁天尘 第二符小乘 第三符大乘 那西方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法界 那是一乘啊 大乘中的 最高的一层呢 那韦提西夫人求生呢 佛怎么告诉他 三世诸佛敬业正名 叫他修三符 过去现在未来 所有的佛啊 都是一 三符修的 第一 孝养父母 奉仕师长 持心不杀 修食善业 先有这个基础 有这个基础啊 才有做人做事的基础啊 才能 不自欺啊 我们主家特别强调 所谓成其异者物自欺也 你要真诚面对自己的 明明就是想吃鸡腿 你还说什么要超度他 那这不是自欺了吗 然后还补一句 大乘论心不论事 哇那真是阿弥陀佛 所以这大乘要有做人做事的基础啊 不然你看学的 要不狂啊 要不人情事理都不懂 搞得人家很痛苦了 你说我我是为他好啊 你没有忠肃之道设身处地啦 还一直觉得反正我为他好 我对得起我自己就好了 大乘那心地要很柔软啊 没有像我们这么粗的啦 柔和直指设身德 防止众生倾心动念 他柔软表现在哪 他做任何事啊 他能感受到 我这么一做 会不会造成别人的烦恼 不是很初心的啊 那菩萨所在之处 让一切众生是欢喜心了 所以他心很细很柔软啊 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老和尚啊 有一次呢 交代陈德啊 将这个 两个 阿弥陀佛 项链了 整尊阿弥陀佛啊 刻得很庄严的 交给这个 吴晓琳老师 还有另外一位 同修 因为我会见到他们 我就接了这两尊 哎 接过来啊 这个老和尚呢 当下 就从他的脖子上啊 一模一样 这这个项链啊 就拿起来 挂在我的头上啊 哦 当时候我是很惭愧啊 来让老和尚 拌这个星 哦 哦 怕这个地址会不会有点 难受 老和尚都送别人 都没有送我啊 哈哈 所以你看到老人家这么柔软的 哦 才交到我手上 哎 下一个动作就 挂在我的头上啊 你看 柔很柔软啊 嗯 怕众生来过 所以我是很财贵啊 还让老和尚有这个 这个担心了啊 啊 还是我的脸上已经有点 失落感啊 老和尚收到那个 电波啊 哎 哎 哎 这个老和尚他们的心境都是 但是 能感受到众生心啊 我们现在 粗的很人 人家都痛苦的要死了 我们 还不知道 别人提醒我们 我们还 反正我 我 我有没有失心 哎 哦 所以这个大神啊 要先有基础啊 不是开玩笑的 哦 所以李秉的老师说 学佛就是学人情 学势理啊 不懂人情 不懂势理啊 会变佛呆子啦 哎 所以啊 基础啊 还是很重要啊 常理主要啊 我们还是要好好学啊 弟子归啊 还是要好好学啊 啊 你现在 看到自己 看到他人 啊 甚至 看到 学很久的人 哎 他的行为 出了情况 在我们这个时代 都 不意外 为什么 没有基础啊 哎 以前的人 有基础啊 在财色名利面前呢 他都不一定过得了关 更何况是我们没有这个基础啊 哦 所以 比方说 你看到 哇 他学那么久了 还 出现情况了 啊 你自己就没信心了 那是我们自己的 情 情职在起作用 你用感情在看待这件事 而不是很客观的因缘在看这件事 哎 你假如从因缘看 大家不是从小 扎根的吧 少臣若天性啊 哦 所以 老和尚 面对这些情境 老和尚说 不能怪他们 他们 不是从小扎根的 啊 这个就是一种 素道 也是有智慧 洞察因缘 哦 哦 所以我们看到有问题了 第一个 见仁恶及内省 他也在 忽念我们修行啊 哦 不要指责 不要对立 更不要丧失信心 更要有一种愿力 被我看到了 就是我的因缘 哎 我们看到 哎 他不笑 哎 我们做笑给他看 哎 看到他 哎 这个 啊 太奢侈了 啊 拿着十方才 那么奢侈 哎 我们一块钱 当两块钱 来用 哦 因为啊 一切众生 皆具如来 智慧得相 都有佛性 都有本善 哎 我们 不指责 不对立 我们好好 提升 做好自己 来供养他 来触动他的善根 这样就对了 哦 毕竟六祖大师也提醒我们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哦 我们可不能落路了 啊 一跟人交谈啊 都是谈人家错在哪错在哪 那就变成我们 本来在社会上啊 啊 就是 容易 见世就愤愤不平的行性啊 在佛门又在现前 啊 啊 那个不好 啊 我们迎以为戒 啊 我们进一步为人演说 重要了 这个时代啊 老和上说 对传统化 对佛法最大的贡献 就是做出榜样来 因为没榜样啊 大众建立不了信心啊 没有信心就谈不上修行了 因为没有信心啊 会修出一堆烦恼来 信为道源公德母啊 道的源头啊 公德的母亲呢 所以一没信心 就怀疑了 怀疑是愚痴的核心啊 所以只要怀疑一起了 一定是烦恼做出来 所以我们 很敬佩 所以 刘树云老师 很有孝心啊 报答老和尚的恩 宣讲无量寿经不断 还有 组建六合径的团队 供养老和尚啊 因为老和尚说 这一生没有见过僧团啊 哇 那 弟子们用心去做 那他老人家最高兴的事了 成就 功德事啊 成就功业 都离不开孝清尊师的心啊 当孝与佛啊 常念施恩 当令是法 久住不灭 所以看到 不好的现象啊 我们更要 自我期许做榜样啊 当今之事 舍我其谁啊 好 所以 大乘佛法 首先要不自欺才能受持大乘佛法 不然太危险了 所以要有儒家圣读的功夫啊 不然这一句论心不论事啊 好多人会用错啦 好 好 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 一百五十七页 我做佛时 国无妇女 若有女人 闻我明智 得清净性 发菩提心 愿患女生 愿生我活 命中极化男子 来我岔土 十方世界诸众生类 生我国者 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 若不尔者 不取正绝 这一段 包括三愿 第二十二 国无女人愿 第二十三 燕女转男愿 第二十四 莲花化身愿 那这一品经 第六品呢 从 第十八愿 到二十四愿 都是说文明得益 而且得最殊胜的利益 所以这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我们当时候一开始学佛 听到名号功德很大 赶紧到敬中学会 去请了 这个拿某阿弥陀佛的贴纸 贴在车后面 那开车出去一停红灯 后面就有车 车子停 在自己后面就看到前面 拿某阿弥陀佛 他可能就念一遍 我们有希望众生闻明 或者是众善根的心 都有一些善巧方便的方法 好 当然 你让他闻明了 然后呢 他也挺欢喜 这样会比较好 你不要 他 他现在不了解拿某阿弥陀佛 然后你偏要在他面前 一直念一直念 然后还 还让他气到在那里 棒法 棒佛 那这个就变成你太执着了 好 我们翻到一百五十八页 第二十二院 在经文里只有一句 我做佛时 我无妇女 不知道 没有 不知道 诸位 女同胞 当时候念经文的时候 念到 我无女人 大家起什么念头 比方说我们在听经的时候 一听女人有什么袭击 这个马上 你看我们会左男相女相 这都是左相 这个都要把它放在 现在是什么相 我很快就要换 三十二相八十走好 跟阿弥陀佛差不多的相 所以修行重点要放下左相 不举余相 如如不动 所以这个 上次好像跟大家提到 有同修说 我这个某某人说他是老和尚的弟子 他已经修到明星见性了 还告诉别人 我明星见性了 那你们遇到这样的人会怎么样 很激动 哇 明星见性了 一激动你就失了判断力了 而且还说 跟他一起念佛可以上极乐世界去 哦 念好了 该下来 还可以下来 哦 哎呀 这真的是太危险了 这个末法时期 邪师说法如横喝沙 哦 还说十岁小孩 跟着他上极乐世界下来了 这个孩子已经开悟了 哦 我说这个 这个 他狂了就麻烦了 而且都不对照经典了 哦 不对照 祖师的教诲了 哦 就像师长158页说了 极乐世界没有女人 我们现在看见了 有人画极乐世界图 有女人 这跟精益不相符 这个不可靠 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态度 以经典来判断 那我们就依经典呢 跟大家来探讨 比方说 我正得什么了 这《金刚经》有教了 我念一些经文 徐菩提说到了 世尊 他向世尊禀报了 佛说我则无真三昧 人中最为第一 是第一离遇阿罗汉 我不做事念 我没有说我是阿罗汉的念头 那我是离遇阿罗汉 世尊 我若做事念 我得阿罗汉道 我明心见性了 是吧 世尊则不说 须菩提是要阿南纳行者了 所以师长 成德这一本是 《金刚经》研习报告 《金刚般若》研习报告 这老和尚开解金刚经很深入的 老和尚说了 须菩提尊者心里头一丝毫念头也没有 绝不认为自己是人中最为第一 他没有这个念头 他的心是清净的 所以有念头说我正 那这个就是一个我像的念头 《金刚经》重复好几次 都要离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着了四像 那就不是菩萨了 这个 所以没有我正 没有我度 没有我说法 这个念头本身 就由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这个我们要会判断的 你看我度 我当时候 刚接触佛法 要去参加一个活动 佛教界办的 在火车上 见到很多长者 他们学佛时间很长 我当时候才二十多岁 在车上 他们谈话的时候 我听了好几遍 谁谁谁是我度的 谁谁谁是我度的 我当时候听的时候 就觉得怪怪的 但我也不知道怪在哪 后来 读了《金刚经》了 《金刚经》上说了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若软生若胎生若失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 那这个包含一切众生 我皆令入无于涅槃而灭度之 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 实无众生得灭度者 所以老和尚说了 虽然尽心尽力的帮助 心里面若无其事 绝无分别执着 所以心里 痕迹都不落 应该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 实无众生得灭度者 所以 雅凡世讯说的 内不见己 外不见人 中不见所失足 内不见能度的自己 外不见能度的人 中不见所度之法 所以 佛在经常听说 若说我有说法者 即是伴佛 勿能结我所说意 这个我们待会再看下一段 无有说法 这个我 佛都是心里痕迹都不漏的 哪有我们都是挂在嘴上的 我说了什么法 我度了什么众生 所以绝对不能着相 何以故啊 为什么佛说实无众生得灭度者 何以故 虚菩提 若菩萨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止相 即非菩萨 所以菩萨和凡夫差别 就是一个是无念 一个是有念 所以这个念是妄念 众生有妄念 凡夫有妄想 佛菩萨没有妄想 没有杂念 佛菩萨不着相 凡夫着相 那一切的相 归纳起来不外乎这四大类 就是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注意 我们会生烦恼 一定是着相 然后就开始生烦恼 你不着相就不生烦恼 那我们看老师上说 我相是实着 这个身是我 能够思维想象的这个 是我 所以心经为什么说要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怎么离苦 你不把这个身当我了 你不把自己的心理活动当我了 色就是指这个身 受想行事 是心理活动 所以师长说的 我相是 这个身是我 或者 认为你的心理活动 能够思维想象的 是我 那与我相对的呢 是人相 与我跟人相对的一切万物 是众生相 你看 我们 一生 我有送他东西 我当时说 送的那个东西很贵 那个东西是不是众生相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而且 是他生日那一天我送的 你看时间都记那么清楚 这个都是你着相 他应该最起码也给我表示表示啊 给我回馈回馈啊 还学佛 学那么久了 连这点理都不懂 你看 哇 一大堆 着相的念头 他学很久了 又是个相 他应该去学长理举药 又做一个长理举药的相了 所以受者相 是时间 我们只要起念头 跟这个事相 有关了 我们现在景节线要很高了 赶快 我着相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拉回来 不能随着着相 那就妄想 相续不断了 受者像是时间 执着时间相续不断 有过去 有现在 未来 所以金刚心说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所以事相包括一切现象 执着以为是实在的 是真有的 其实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既然是假的 不要放在心上 一放在心上 我们就着相生烦恼 心上什么都不放 容不容易 礼上 我相信没人反对 真心一法不利 别放了 事实上 想不放真难 因为我们轮回那么久了 太习惯了 所以阿弥陀佛慈悲 想了个妙法 不放很难 就放一样 放阿弥陀佛 放这一句万德鸿鸣 以这一念 抵所有的妄念 这个方法 极善巧啊 更妙的是什么 这一句名号 就是自己的真心 常驻真心 我们知道这个法门 就是中了佛门第一特奖 半夜都要偷笑 太幸运了 你看《金刚经》就讲什么 云和阴住 云和降伏其心 教我们 怎么降伏旺心 用真心 你住你要住在真心上 常驻真心 这不容易 可是我们这个法门 云和阴住 南无阿弥陀佛 云和降伏其心 南无阿弥陀佛 你老实念佛 很快就能入 《金刚经》法身的境界了 因无所住 你一生接一生 妄念进不来 就没有住了 没有执着了 可是你又一生接一生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那叫儿身其心 你心是清静的 所以叫急而常照 因无所住 就是空急 没有执着 儿身其心是照 你不是变成一块石头 啥反应都没有 你一生接一生 清清楚楚 你看老和尚表演给我们看 老和尚说 分秒必争 心上念佛 念佛就是你 你在起作用 有体有用 你心都在佛号清静 刚好有人来请教老和尚 谁问谁答 都可以应激说法 因为你心地清静 就像镜子一样 镜源来了 你会给他 解答的 他也很满意 解答完了 没有缘的时候 这句佛号再提起来了 我们刚刚说 佛号也表 所以佛号也没有说 无说而说 说而无说 无说而说 所以佛没有说他 我有说法 所以须佛提 如物为如来做事念 我当有所说法 如来没有说 我有说法 如物为如来做事念 我当有所说法 莫做事念 何以故 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 即是伴佛 不能解我所说故 那师长 那师长讲到了 经文里面说 做事念 有做念 是有这个意思 就是有念 就是有念了 所以如来做事念了 那如来不就有念了 我当有所说法 这个我当 那就是我像了 所以你看这个经文里面 都关照心念 由此可知 不但没有理念 相也没有理 我像不理 我像不理 则四相俱足 所以这就是过失了 四相俱足是凡夫 哪里会是佛 哪里会是菩萨呢 那老和尚解释了 有所说法 是心里存有说法的意念 就是做念我当的意思了 我当有所说法 有这个意思 四相俱足 如果说佛对众生 怎样说法 我们说佛对众生在说法 这是伴佛 为什么是伴佛呢 朱姐说到了 如来空极信中 她的这个 在自信当中 哪里会有念呢 哪附有我呢 凡作念我当如何 是妄想 指我之凡夫了 我们几个念头 我要如何如何了 那这个是凡夫的状态了 那我们说佛 作念了 佛有说法了 那不是把佛当凡夫吗 那非谤而合 所以法生 所以法生 无念 无说 报生 化生 有说 但是无念 都是清静的 凡夫总是认为 有念 才有说 没念 怎么有说 殊不知啊 无念而说 是正说 有念而说 是忘说 所以老奥上讲经的时候 常说 说的人要 说而无说 听的人呢 听而无听 你看大臣起信论来提醒我们 怎么听经啊 离言说相 离名字相 离心缘相 其实 没有离言说 离名字 离心缘 会怎么样 会着相 也要清静心 来听法 所以 这个 我 曾经也跟大家有提过 你听老奥上讲经 听完之后 你开始担忧了 你听错了 而且你听的时候 做得像 举个例子 老奥上曾经跟我们讲过 野福禅的故事 下错一个字转语 都五百事野福生 后来遇到百丈大师 解他的为 那我们弟子 一听完这个公案 我看不能讲经了 太惨了 你看他不是听拙了吗 听出害怕恐惧了吗 依义不依语啊 这个都是让我们别着相啊 你不要着在他言说的言语文字上 你要依那个意理 所以老奥上 说放下 那是心上放下 不是让我们世上放下 我们一听拙了 拙了这个 老奥上说放下 工作不要了 妻子儿女也不管了 然后跑去见老奥上 老奥上我什么都放下了 接下来呢 老奥上说我叫你心上放下 世上没有障碍 所以啊 这个佛有三身 法身 报身 硬化身 这报身 硬化身 说法都无念 无念 怎么说出来的 是硬众身心 众身心里有念 他很自然的反应 就像三谷的回音一样 众身有感 佛菩萨就有硬 为我们说法是感应道交 是自然的 比方 应光祖师 他提上什么 了凡事训 安事学书 太上感应编 汇编 结果呢 佛教界 有没有反对的 有啊 你不讲佛经 不推佛经啊 你怎么都推 不是纯佛经呢 哎 大家看哦 那 应光祖师是证明是大师之菩萨再来的 那他的心里也没有分别 这是佛经 那不是佛经 那不是着了佛经的像的吗 你看佛还交代哦 符合大臣法应的是佛法 我没有说我讲的才是佛法 大臣法应什么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致敬其意 试诸佛教 你看佛交代这些话是不是让我们后世别执着啊 哇不难后世的佛弟子 佛讲了我们这些才是证法 那 那不就又着了吗 所以祖师你看给我们表演不着相 现在众生的根性啊 这些经典 你要大臣佛法 你要有基础才行啊 我们汉帝是 主要是学大臣啊 小臣被儒家 道家取代了 所以这个南宋之后 这个小臣两个宗派 慢慢慢慢就视为了 这都是因缘法 我们要会观察 但是还是要打基础的啊 那你看应主不着相 人家开出来这个应众生机 老和尚也是啊 应主那时代的人比我们 根性又高了不少啊 现在我们又跌下来了 老和尚开什么 开地址规 开太善感应篇 开十善业道经 尤其开地址规啊 为什么 我们连做人家子女应该怎么做 我们都不懂啊 都让父母不省心啊 你怎么去服务众生 去度众生啊 那更不可能啊 那老和尚这么推崇 也被反对啊 那这个也是正常现象啊 那老人家为什么 开这些经典 他是应众生的程度 随众生兴应所自量 所以为我们说法是感应道教啊 是自然的 所以须不提议 说法者无法可说啊 是明说法 所以师长说 说法的人 这个相有 说法人的体空 他的心是空极的 都是因缘生法 法可以受用 不可执着 说法者无念 学法者也要学无念 要懂得缘起信空 会相归性 万法一路 我们要会归到自性 不要拙在这些相上 而且他是缘起法 你要观察因缘 你不要 这个 听老和尚回答这个人的问题 把这个 讲法全部背起来 然后去套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请问另外一个人的问题 会不会跟这个人的问题完全一样 不一定完全一样 所以是 在这个老和尚解答当中 你掌握了那些原理原则 掌握了尤其是 怎么去用真心对待事情 全修在信 老和尚所有的经教 拉回来就是让我们要 会用真心 那你会用真心 那在不同的因缘 你这个真心会因应不同因缘 去进退 去做 活法的东西是活活的 那比方 这个 陈德 当时候到海口去 后来又到深圳 那 当时候我在深圳 分享了一个课程 结果 讲完课 有一个老人家 走到我面前 很神秘 把我拉到旁边去 然后和我说 他好像发现了天大的秘密 他说你 你一个佛字都没有讲 你讲的都是佛法 那我们就是学佛的 我就一直老上的经教 那为什么我们在那个公众场合 一个佛字都不讲 这个 这个陈德法师没有副讲 你看老上讲的他没有副讲 那个场合就是不能讲佛字了 那你还着那个老和尚讲的言语相 那你讲两句就被人家请下来了 况且我们去的英园推展传统文化 你推展传统文化到学校去 一进去 阿弥陀佛 你下一句不用讲了 你下来吧 你要观察英园 老和尚给我们讲经对的都是佛地址 当然都可以大臣经教 都可以引经据典 我们面对的对象 你要观察英园 你不能着相 那陈德要去的时候 老和尚有没有交代我 你一个佛字都不能讲我 有没有 没有 我们自己就要在老和尚讲经当中 去体会这些道理 老和尚讲一句我们才记一句 那叫死记硬背 那学的是死东西 我们很习惯死记硬背 死记硬背就是足相 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死记硬背 在那里想的时候会有点伤脑筋 有没有感觉到 只要会烧脑袋伤脑筋的 那个念头可能跟性德不相应 所以观自在 观自己自性在不在 你这个念头跟自性相应 身心是放松的 所以你看老和尚 他说在讲课 准备好了 结果一上台 跟准备的讲的都不一样 准备还是要准备 为什么 这是恭敬 讲经嘛 你要准备要恭敬 但是上去了 那看着听众的状态 听众的吸收 应激说法 假如他执着了 我今天准备了 我一定要讲这一些了 那他就不能应激了 你若心有助即是非助 你有助就是有执着 有向 哎呀我已经准备了 我今天不讲完 我不甘心了 你心上有东西了 你就不是无念了 你就不能以 无说而说了 所以师长这里提到说 佛菩萨是应众身心 所以听东西都要懂得 这个回归到性德 归性 所以释迦牟尼佛说法 四十九年 无法可说 是说他从来没有 起心动念过 他的心清静 没有为一切境界所转 所说一切法 是境界里自然的反应 学佛法要从这个地方去学 在一切境界 不要着相 不要被转 抱歉 今天时间超过不少 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所以我们念这几段 还是很有必要 波罗为导啊 五度如莽 波罗为导影 就像眼睛一样 这个方向才不会错啊 我们不能修到着相去了 那 就跟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背道而耻 跟臣佛背道而耻 所以金刚经说的 以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所以代表一定要离相 离相才是般若 五度如莽 所以你五度里面没有般若 那就不是波罗蜜 布施 有般若 叫布施波罗蜜 所以你布施没有着相 就是波罗蜜 你布施出去都没留在心上 心里痕迹都没有漏 那这样才对啊 我们布施留在心上了 希望别人赞叹了 希望别人回报了 那都是着相 那都是轮回业了 自敬其意 心要清净了 不能着相 所以我们要练 不着相 不举一样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修一切善法 即得阿诺多罗三分三不体 所以成佛怎么修啊 就在你当前的境界呀 行一切善法 然后心不执着 心清净 那就是直屈阿诺多罗三分三不体了 那这个修一切善法就是 不失 持戒 忍入 精净 禅定 这五度就是含一切善法 所以行一切善法 做而无助 那个无助就是 清净不拙了 所以我们 这个无量寿经也说的 观法如画 三昧长几 观法如画 就是 整个波罗经要告诉我们 我们知道我们别着相 因为真相是什么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老阿上总结 波罗二十二年 一切法 无所有 必尽空 不可得 你越清楚万法 都是因缘所生 当体皆空了不可得 都是假的 你就不会常常把它放心上 你越清楚 这一句佛号是真的 你就越把它提起来 所以海贤老阿上说 成佛是大事 念佛成佛是大事 其他的啥都是假的 别跟自己过不去了 别又抓一堆东西放在心上 别好日子不干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